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时水料 有很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的这个文革的这个死灰复燃 似乎已经发生了 实际上几年前 两三年前,一两二年前 很多地方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包括你在企业当中看到 当时很多人穿着那种红军服装 去什么载走长征路什么的 这是大家的这种表现 甚至它的宣传从各方面 中国就越来越不正常 很多人就敏感的感觉到 二次文革将会发生 其实现在呢 某些某些迹象 你甚至根据某些迹象 你甚至可以说 这个二次文革已经在进行当中 最新的呢就是 因为刚刚过去的 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生日 这个中共高层呢 又再次掀起了 发表了文章 习近平又开了会讲了话 甚至又亲自去 毛泽东建议堂去 去看了毛泽东 在放在那个天安门的那具遗体 这种甚至你看还有在韶山 韶山那个毛泽东的侄子 毛远新 他那个出现了 然后韶山呢 有很规模比较非常庞大的 很多年轻人参加的这种集会 打着红旗 喊着毛主席万岁 还有人喊出了更多的 带有非常强烈政治 含义的口号 包括什么样 要坚决实行共有制 要坚决什么 达到资本 资本主义等等 这些迹象 它像韶山的这种集会 这种红色集会 如果是没有中共政府的这种默许 它是不可能举行的 包括这种敏感人物的出现 然后呢 在习近平的 习近平的这个发言当中呢 他非常明确的提出了 把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 和毛泽东的事业就绑定了 他就说 这个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事业 这个毛泽东的事业没区别 而且他还明确的说 他们要继续沿着毛泽东 毛主席没有完成的事业 继续前进 就是像这样的口号 其实这个就说的特别清楚 这个就说明习近平 我上个视频已经说了 习近平本能 他很想跟毛泽东绑定 他很想变成一个第二 毛泽东第二 因为只有那样 才能够让他 巩固他 进一步巩固他的统治 并且让他 他姐姐毛泽东 在如此糟糕的那种经济环境下 都能够稳坐他的宝座 这实际上某种程度说 也是一种朝鲜化 因为朝鲜实行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实行的那种制度 甚至有国之而无不及 但朝鲜很稳定 当然朝鲜的稳定是跟中国的支持 密不可分的 但至少在朝鲜国内 他那个金价是缩一不二的 没有任何的挑战 这一点是习近平想做到的 他想至少能够像朝鲜那样统治 但是呢 当年的文革 毛泽东发动文革 和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大不同了 那个时候 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 生活可以说是 从水深火热走上水深火热 而特别就是在文革之前 中国经历了三年的那种大饥荒 你说文革当中至少比三年大饥荒是比较好 是不是 大家随意哭思甜的话 想到那个时候 至少现在肚子还能勉强吃饱 还可以 虽然吃不上什么肉 但是基本上饿不着了 从这点来看 中国老百姓没有太多的期望 而且当时毛泽东的的确认 他可以凭一己之力 就是把这个民众的这个疯狂的情绪给他唤起 让这些民众为了毛泽东 简直如辞如狂 就是疯狂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 很多时候那种癫狂状态是真实的情绪的体现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 首先 现在的社会处于大家是经济完全不一样 老百姓基本上尝到了一点小康生活 甚至他们也可以看到其他 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已经甚至比如说他有更多的计划 就像中国或者他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某一天 他们像国外的那些人一样的生活 他们期望的是那个 大家都期望的是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物质水平越来越高 这一点你如果搞第二次文革 你是没有办法给予他们这个 这就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财富落差 生活落差 这一点上中国老百姓能接受吗 第二个 你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 包括习近平本人 习近平更是离毛泽东的这种 毛泽东这种神的地位可以说差得太远了 习近平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 不可能就算什么样的口号 什么样的鸡血他打出来 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众发动起来 就跟文革时候一样 让中国老百姓再次垫光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呢现在他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就是想发动 他说他是已经在试图去发动 你比如说韶山那些人 在喊那样的口号 你有多少人会去响应 这个就是个巨大的问号在哪 所以呢 他并不是很简单的就能够发动 像文革那样的那样的运动 他很难发动 他很难把中国人就导入到这种朝鲜的那种状态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变数出现了 虽然中国整体的大环境 就是决定了这个中国现在立马变成朝鲜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有些因素正在发生着快速变化 其中有一点就是中国的 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正在打 快速的消失 快速的缩减 因为房地产这个帮忙之后 肯定的 有很多底层 底层人数是越来越多 很多中彩便迷 反平了 那这些人 特别是底层那些人 叫更是 生活肯定比原来更糟糕 而且会越来越糟 而这些人呢 他在内心身处就会有一种愤怒感 他们就会不满 这种不满 就会越来越多人举不满 越来越多人变成底层 那这个社会就会积聚 一个非常难以忽视的 一个庞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有可能是 是有非常大的破坏性 这个力量直接会影响到习近平的统治 因为他们很愤怒 他们一愤怒 他们就得找人来 他们就得找个人来 承担责任 为什么我 两三年前三四年前 我们的日子比现在好 为什么越来越过越难 他必然需要找这个原因 并且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 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身上 那行 现在就是必须得有一拨人为此负责 所以习近平他就必须得动手 因为如果他不动手 他就会变成那个负责的人 当然肯定 如果中共放开舆论 让大家公平地去讨论这件事 那他一定是最后的 最后是会指向他的 最后的责任就会落到习近平本人身上 所以他不可能被动地在这接受 这个责任落到他身上 他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转嫁出去 这个时候他就会发动 尽其所能发动 类似于文革这样的运动 这个运动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 他就得找出一帮人来当替罪养 找出一帮人来负责 而且他自己主动地 能站要站到这个底层的旁边去 比如说他的共同富裕 这就是站在底层旁边的一个 一个巨大的一个姿态 他就会要是一变变成 好我来提倡 我来鼓励这些底层的老百姓 把你们的愤怒发泄出来 我就来出来帮你们找出 谁应该为此负责 那对他而说他要把谁打倒呢 他显然就是要把邓小平打倒 或把邓小平那一派 那所谓的改革派打倒 而他会说比如说房地产 就是这种邓小平推崇的市场经济 他说直接导致的房地产崩盘了 就是这些假共产党员 这些实际上他是什么资本资产阶级 走狗等等这些人 这些修正主义分子 利用了房地产市场 把大家的钱财给他收刮了 他可以这样 然后呢 甚至把这些富人推出来 一方面剥夺富人的财富 一方面呢 让他们能承受这个责任 让他们成为替罪羊 甚至和他不一致的那些官员 或者是某些权贵 比如说这些权贵是 支持的是邓小平那些 改开的 一向是和他对照干的那些 他的敌罪派 当然他已经把李可洋做掉了 以及就是那一帮人 纷纷地揪出来 作为替罪羊 如果一旦危机爆发了 老百姓的愤怒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倾斜的对象的时候 他就这么做 他现在实际上就在储备 他就在准备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反应出来 你看 其实呢 中共内部的那些人 包括那些权贵 某些他们觉得自己 要被牺牲掉的权贵 甚至某些红二代的 你都会觉得 对对不安了 已经岌岌可危了 他们的地位 你比如说 胡锡进的这个反应 这个 这前段时间 因为毛 毛泽生这件事 不是中共 习近平为 最高领导就出来 对 毛泽东就开始 一通这个 从毛的这头 就是在这煽动 从毛 这论调一出来 这胡锡进的反应 不是就说 我们不能够复辟文革 他就开始说一些 反对的话了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胡锡进代表的 当然不光是胡锡进 还把财 财经 财新 就是那个 财新那个胡舒立 那个主编 以及他身后代表的那一帮人 以及那些想走 这个改开道路的那些人 他们其实已经敏感地感觉到了 他们一看这个风向不对 胡锡进的反应就是 不行 我们必须得说 你看他的立场 就跟习近平的立场 已经不太一样了 这个虽然像财新的那些社论 财新社论实际上就在批习近平了 还因为他要讲实事求是 他实际上财新的那些 就抬的是邓小平那条路 实际上你就会感到 共产党的高层 已经发生了一次比较明显 他分裂到以前就有 但是以前那是斗而不破 他怎么着 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 怎么着 人流左撞 你今天可以讲你的思想 我也有我的接班人 咱们仍有的以前是这样 但现在的情况就越来越不一样了 越来越变成了 越来越变成了 习近平将会成为永久性的皇帝 永久性的掌控了权力 就前面再也不分享了 而且有任何危及到他的权力 有任何问题 他都把这个问题导向 他的对手那边 结果他的对手那边呢 就会承担所有的损失 并且会变成替罪羊 而且一旦底层有愤怒了 这个愤怒会 他们将会出来替 整个中共担下责任 所以这些人 其实他现在已经感到有点恐慌了 他们也许不断的发出这种 对习近平的不满的信号 其实也就是内部 他们一直在吹响某种号角 意思就是他们得团结起来 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斗争 就越来越表面化了 而且他们不再是斗而不破了 这回就要撕破脸的公开的斗 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破裂了 像李克强的死 就是已经是一个最大的例证 而一旦他们感觉到 中国的这个情况恶化到了 恶化到了 他们不得不 他们有可能会 第二天哪一天就会被推出来的时候 我想他那个时候他就会公开了 那个时候就是 中共的分裂 这种高层的这种明显的分裂 就会掩盖不住 就会公开的发生 有批人就会被掌控的 国家积极的习近平打为反革命 这个时候文革就轰轰烈烈的就产生了 大家就觉得 哇怎么搞的 中共又开始运动了 这个运动呢 各种名词又来了 帽子满天飞了 某些人就给戴上帽子 某些人就该批斗了 就像这种情况出现 但这个时候 其实习近平发动这个文革呢 他也和当年文革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他这次当年的时候 这个毛泽东实际上他 发动文革的时候 他的行政权力 有一大部分国家的治理权统治 国家的领导权 被他的对手拿走 毛泽东当时处于一个大权旁落的状态 毛泽东是直接煽动了民众 由民众起来帮他夺的权 毛泽东极尽能使的去煽风点火 把中国搞乱 然后实际上当时中共是发生了一次分离 不过毛泽东因为被中共造成了神了 这个神一发话 那那些在神边上 那些还是人的那些 中共的高干就纷纷的灰飞烟灭了 这一次呢 习近平要搞到文革 显然不太一样 这次习近平还是牢牢的掌控了 中国基本上绝大多数 国家的统治权利 习近平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他的对这个国家的操控是完全垄断了 他手中的权利比毛泽东多得多 所以任何他的对手 你看胡舒立他们发了一个社论 他两天就几个小时就让他下去了 因为他的对手虽然说是要号称 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 怎么着要走邓小平这条道路 但是他们手中没有权利 手中连这个舆论的一点点阵地都没有 随时就被习近平 当然习近平还没有到能够把他们 完全的贴上一个封条的程度 不让他们发生 他们多少还可以发生 但是他们发生也就短暂的 存个几个小时而已 而且军权国家的统治权都在习近平手里 所以习近平用不着发动群众去帮他夺权 去反共 但是呢他会发动群众把群众这种愤怒指向特地的人 所以这次会习近平会揪很多的这些 因为反腐是习近平的一个拿手好戏 他会揪很多的这种什么老虎 什么的那种修正主义分子 反东派啊 这类大帽子都可以挂上去的这些人出来当踢队羊 但谁会当踢队羊 我觉得像胡锡进 甚至他背后代理的那些人 都有可能会变成踢队羊 就只要需要 然后呢 习近平不惜牺牲这帮人 把踢队羊的 剥夺的人才两空 甚至可以让他们祭祈 以博得底下老百姓 平民老百姓的欢心 平民老百姓你看 哇贪官无益 他可以把好多人的故事写得灰声灰色 你看我又抓了一个贪官 这些贪官是多么多么坏 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到了这一步 都是这些人造成的 他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也是他这次的文革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 当然就是让这些底层老百姓的愤怒 有一个缺口让他们可以发泄出来 而且呢 可以落到一部分人身上 然后把这部分人的钱财全部剥夺了 但是呢 他要做到这一点呢 也不是说他就一定能这样做的 其实他现在可能也是非常忐忑 有 有些非常重大的后果 第一个就是会导致中共的公开的分裂 就中共有帮人 真的就会 就会在我们眼中就分成两派 当然了 那帮人手里面没什么实践 但是呢 其实他也很忌惮 那帮人 因为他其实也摸不准 即使他的习家军里边 对他中心各个那些人会不会判别 因为他也知道他这条路走下去就是灾难 中国有多少人愿意回到朝鲜那种状态 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他如果真的让中共分裂了 而那帮人可能真的手里面掌握着真理 而那帮人 他不光掌握着真理 他还掌握着很大的财富 他有没有能力一个个的收拾掉 收拾掉这帮人 会不会和这些人的这个 因为这种公开的分裂之后 中国就会不稳 那什么事情都发生了 有可能发生 因为他 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疑心的人 他周围的人有可能叛变 有可能把他出卖掉 那中国就会 高层就会真的是天下大乱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风险 第二个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大的风险 或者应该不比这个小 另外风险就是 他一旦把这些民营企业 这些资本家 这些都打倒了 他让这些老百姓出了气了 甚至让老百姓瓜分了一些财产走了 但经济还是很高 他绝对 中国经济绝对就是死都不能再死 那立刻就回到那个毛时代了 那那个时候中国就会立刻出现短缺 因为生产什么的都 都接不上烫了 这个经济机器无法运行了 因为真正的创造价值的是那帮人了 他真的 他现在就是在什么 打击这样工业那样工业 四处出气的情况 已经把中国经济打得个 已经快崩溃的状态 他要真的再继续的 把那些人拖出来 当了替罪羊 那中国的经济局就 这民营企业肯定就绝对全部躺平 而且跑路 能够跑的 中国就是难民到处乱跑 这些权贵人能够跑的就绝对就逃了 那你经济谁来做 当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正确的认识到这一点 也许从他角度来说 他认为这一切没关系 他搞什么全国大市场 他搞供销售 就把他 他只要让老百姓吃完饭就可以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还能够做到那一点 但事实上是他这样做就绝对会把中国的经济 直接打趴下 那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饥荒 就会出现这个经济完全运转不了的时候 那种状态 那就没人搞生产了 商品马上就萎缩了 没到就没有商品了 所以呢他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是一个非常 一个险招 或者是说他真要那样做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招了 他这样做下去 不成功就成人了 就只能是这样 所以但是我觉得 那情况是在朝那个方向演化 你可以感觉到他不断的在 他宣传那毛的目的 就是能够 能够哄多少人 能够忽悠多少人 能够把那些老百姓 因为你老百姓要 要愤怒 要发泄 你甚至有可能想造反 那行 参照文革的做法 你们当红小兵也可以 你可以造那些官僚高官的反 但你不能造习近平的反 好 今天聊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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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